Hello,大家好,G Channel 沐浴路樽暗藏玄機 搖身一變成為走私茅台的保護殼 近日一名內地男子利用上述手法 收起八支茅台準備走私入內地 當然被拱北海關當場查獲 正所謂阿叔走得快,一樣有古怪 拱北海關表示 事發在上星期六,即9日晚 關元在拱北口岸呂檢大廳無申報通道 折磨一名內地男子 發現他隨身帶八瓶沐浴路 平口都沒有開封使用的痕跡 但每瓶的平底都有明顯的裂縫 打開後發現 每瓶沐浴路裡都藏有一瓶茅台酒 總共有八支 關元仔細地看 究竟這瓶茅台酒是二三年酒 還是二二年份的酒 其實都不緊要 價錢都是一樣的 拱北海關提醒 以藏匿藝莊門報方式 逃避海關監管運輸 攜帶依法 應該繳稅物品進出境 屬於走私行為 情節嚴重 構成犯罪 將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以前有些阿婆用奶粉罐 這位阿叔抽著兩袋沐浴路 大搖大擺 走過關元面前 以最危險的方式 實質認為最安全的辦法 希望蒙混過關 估計他之前應該都成功過 不過有些關元的確是很眼利的 為何帶八支這麼多 可能是因為貪心 還有可能是因為之前說過 最近茅台一大肺大幅下跌 跌穿100元一支 所以帶八支 如果成功過骨 就撿800元 蜜食也當三番 所以水客有時都很發 不過關元也不是愚笨的 好,這集就先看 之前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下集見